大家好 那么台湾媒体还有台湾的国防部 首次证实有美军参与台湾的军事演习 美军公布的一段视频 罕见出现了美军来台湾 与台湾军方进行演练的内容 视频中出现了台湾方面的徽章 以及陆军的字样 台防部门也已证实 相关视频是美第一特种作战群 发布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的 片名是不屑专业卓越 从视频中可以看到许多人员 及训练内容互相穿插 片中也出现美军与身穿台军 迷彩作战服的官兵 一起进行战术模拟训练 其中包含大乘黑鹰直升机 在机尾 则可看到台陆军字样 以及青天白日徽章 还没指出片中的演训内容 是美特战分队来台与台军陆战 陆军特战队共同执行战术攻坚 以及救护人员撤离等 演训代号为 Balance Temper 台美每年都会执行一到两次相关任务 与一帮美军来台协助台军进行战术训练 军被视为机密不同 针对影片内容披露台军与美军联合训练片段 台防务部门罕见证实此时 首次证实 称了接触正常军事交流 并强调都是按照年度计划执行台美各项军事交流 不特别评论各案 中国国防部曾多次表示 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 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与台湾 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 这一立场坚定明确 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时候 以任何形式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 人无言不利 国无信则衰 我们敦促美方恪守在台湾问题上 向中方做出的承诺 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规定慎重处理涉台问题 以免损害中美两国军事关系 和台海和平稳定 我觉得这是台湾军方首次证实 有美军在台湾进行训练 那也就是违法中美联合公报 那台湾军方这时候释放出来 我觉得绝对不是他自己想释放 是美国 美国公开这段视频 记住了 是在美国美军的网站 自己首先公开 然后台湾方便证实 你看这个操作 美国先公开台湾证实 大家知道 为什么之前不公布 之前美军也是不让中国人知道 就算你去了也是秘密的进行 不让中国人知道 为什么现在他公布了 台湾牌嘛 大家知道了吧 台湾牌 美军已经要打台湾牌了 我觉得所有的咱们中国人 应该认清楚这一点了 台湾一直是美国手里的牌 他现在要打了 要打这张牌了 以前偷偷摸摸的 现在已经大大方方拿出来了 你看台湾军方呢 以前是什么 美国人说不让公开 我也就不承认 现在呢 公开承认了 什么意思 美国台湾 你看到这里边的关系 主仆关系嘛 美国说了 台湾就得承认 我觉得后续影响就是说什么 就是矛盾公开化 任何事情 只要矛盾公开化 那就是说什么 美国想让中国出手了 台湾人你自己也得想一想 美国人 他想让中国人出手了 是想让中国人在哪出手 在台湾地区出手 解决台湾 这个已经在我的预料之中了 我之前一直说 美国一定会打台湾牌 美国打出台湾牌以后 中国接不接招 自己得想 我觉得那帮合同派 他们自己会有自己的想法 靠自己一张嘴要统一台湾 要让台湾人民感到温暖 最后结果不就是武统吗 还是武力统一吗 想没想清楚 这世界上多简单一个事 核统要能统了 早统了 其实美国也是上这帮方向努力 我觉得中国人 咱们也就别不识台去 也就上这方面努力就完了 最后的结果还是 打这么一仗 迅速的解决台湾 只是这一仗 你能不能打出士气 打出你自己的本事 让台湾人自己都不知道 怎么哪来的 刷一下就给他解放 这才是本事 千万别想着 天天害他们合同 还跟着他们两岸一家亲 千万别那么想 共产党骗骗台湾人就行了 你他妈自己还信了 天天抄着共产党骗人 这时候怎么那么信共产党 傻逼 冲傻逼一群 我现在看国内这帮什么 这帮合同派 我他妈欺负他出来 他妈了个逼的 天天他妈欺负中国人 把中国人当智商逼的 这样骗 合同 合同你妈了个逼 那就很简单了 美国这个时候 已经告诉你中国了 我现在就是在台湾 什么正式部署 正式有军队 跟台湾正常交流 你中国下一步看怎么办 这还不明白吗 台湾牌已经打出来了 我说了 我之前一直讲吧 人家美国要打台湾牌 你中国天天跟人合同合同 有用吗 牌都打出来 你自己到时候人家真挚 台湾那时候 有一天宣布独立了 你到时候 昨天还跟人妈梁安一家亲呢 今天告诉什么 准备武统台湾了 你这不傻吗 抽自己大嘴巴吗 你现在就得准备武统台湾了 哪有什么合同了 现在 你想统一 美国人都不同意 美国人同意吗 美国人同意吗 我说中国这帮文人呢 这他妈是误国呀 还在这时候还看不明白呢 美国不同意 台湾人就算同意 台湾人也得啥 也得上美国这个贼船 他也得跟着一起往上干 最后就是武统 糊弄老百姓的你们 他妈这帮文人也信 跟着一起合同 合同 臭沙逼一群 还这么整的一帮粉丝吧 臭他妈 我觉得连他妈卖菜 老太子都知道 就得他妈武力统议台湾呢 得他妈捣夺回来 哪有他妈合同的 那他妈是骗台湾人用的 骗美国人用的 显示自己什么 显示自己无能吗 你饶了我吧 咱发展经济吗 人家美国饶你吗 美国 美国现在明目张胆 就告诉你啊 对不对 我就反对你中国 这个什么一中政策了 你中国能把我怎么样 中国最后怎么想了 这帮人 怎么样 该怎么样怎么办 最后还是一条路 武力统一的路 哎呀 天天骂着武统 结果最后选择的还得是武统 因为合同没戏呀 合同 合同你得先解决美国问题 美国能让你合同吗 这不最简单逻辑吗 美国能让台湾人和平统一吗 美国人不同意 你说就他台湾人和中国大陆人两边感情好了 咱们就能捅了 你们是多傻逼的一群人呢 得是多么傻逼的一群人 不知道国际政治吗 公园大爷吗 天天连国际政治 连这里边美国人同不同意都不知道吗 能跟你合同吗 美国人 卖枪卖炮给台湾干啥 让你合同吗 这不傻逼中的傻逼吗 还在这儿 妈的两岸统一 和平统一 最后就是武力统一吗 那既然大家都知道 最后就是走到武力这步 你跟他客气 跟他客气 这时候就备战吧 准备嘛 准备打吧 难道为了什么 和平就不收回台湾了 就不统一了 那不是卖国行为吗 那美国不就抓住你三寸了吗 你永远不可能打 永远就是和平 那我他妈想干什么干什么 你得拿出武统牌呀 用武统被和平护航啊 武统才是现在这个时代 最应该提倡的武统啊 武统声浪越高 这样才能什么 震慑台独震慑美国 现在因为武统声音太小啊 中国一帮他妈汉奸卖国贼 天天跟人喊他妈的两岸和平 那人家既然你这么喜欢和平 那我就独立吧 我跟着美国吧 是不是破坏你和平 因为知道你要和平啊 你要和平你不敢要战争 你现在反过来 我要战争 我不怕战争 你看他呢 你看他呢 美国告诉你 美国最后决定了 不能让中国同意 你最后选择的是什么 武力也选对了 这不多简单道理吗 要打 要打我准备好了打 你不想打 不想打 我喊着打 你让你啊 也不敢打 所以武力才是捍卫和平最有效的手段 你得说首先提倡的是武力啊 武力震慑台独 武力保卫中国领土 你才能第一捍卫和平 第二有变的时候 美国啊 历令致婚 让上台湾独立 或者是什么 突破一种底线的时候 你才有什么反应 因为我已经准备好武力了 我都已经准备好了 就是武力统一 那个时候你也不会什么 不会临时 临时跟大家说该武力了 那时候该是吧 该武统台湾了 那时候不用喊了 武统声音已经很大了 大家都准备好了 美国为什么一直每年在强调军事军事 因为美国人也知道 军事是维护我自己领土 维护我自己组国家尊严 最有效的手段 就是中国一帮傻逼 天天在喊着 靠经济强国 强了吗 有多少挖你墙角的 一个台湾问题 你得付出多大代价 挣他妈十块钱 八块钱 因为台湾问题得给人分出去 你挣着钱好吗 挣着钱好吗 哎呀我都无我我其实啊 我觉得我看这个中国有很多人 这个文人呢 这帮骚客 误国人家还他妈的啥 人家位置还高 他妈的 比咱这小 比咱们这小 小老百姓强多了 人家呢 他妈的国家国务院津贴 他妈国家给钱 几百亿 几百亿几百亿的花 舔他妈台湾人 舔回来的结果呢 还得终须一战 还得打 他就不明白 不是中国人想不想打 是他妈美国人 让不让你和平 多简单一个道理吗 政治是你们这帮傻逼玩的吗 最后就是武力统一啊 美国能那么轻敲 放过台湾吗 这点逻辑不懂吗 还用我在这儿再说吗 你现在说武统才是最正常的 才是最正确的呀 反正今天啊 人家台湾方面已经证实了 我们中国 不 我们中华民国 是不是 已经和美国已经联合军演了 你大陆这帮合同 我觉得这帮合同啊 合同是合同吗 捅吗 饭捅吗 国台湾那帮人好好好好想想词 好好想想词 可他妈有意思 我现在看中国啊 傻逼态度 家台湾那帮人